现代女性有人追求事业成功 有人追求经济独立 崔崔很不一样 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想要当家庭主妇 越长大就越觉得说 我一定要当一个很棒的家庭主妇 担心家庭长大的她 渴望一个稳定的家 却选了大男孩米豆当老公 还是为收入不稳定的街头画家 不怕过苦日子 崔崔练就了一身抠门绝技 雨中洗车更是经典 超高的雨真的越来越小了 只是17年的主妇生活 成天与柴米油盐 三个小恶魔为伍 她真能乐在其中 在家很好啊 很开心啊 一人走势要会一样 对不对 这叫公平 把主妇当成一身工作的翠翠 难道没有别的梦想要追吗 就想要去读大学 今天会越差越脆 因为学费也很贵啦 周五晚上九点 请准时收看 公式频道 谁来晚餐 就爱当主步